谁 谁偷出了校长我的蜡条 什么 我的蜡条 就是在你们三年级二班丢的 快去把那个人给我找出来 好的 我现在就去 同学们 今天我们来上蜡条课 看看谁能在一节课时间 吃完这么多蜡条 哇 好多蜡条啊 给白雪时报 给熊妹时报 给黑暗魔王时报 来吃我们吃快乐了 什么 你们三个怎么吃得这么快 老师我特别爱吃蜡条 还有我 我也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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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朋友们 你们爱吃蜡条吗 爱吃的 就长大拇指按钮 发锁一一一 你们三个都这么喜欢吃蜡条 说 是不是你们三个 合伙把我的蜡条偷吃了 什么蜡条 什么偷吃啊 事情是这样的 校长的蜡条被人吃了 老师现在要把吃蜡条的人查出来 你们三个都这么喜欢吃蜡条 那是不是你们三个吃的 没有 我们没有吃校长的蜡条 我们也没有啊 每个人都说没有 老师可不喜欢撒谎的孩子 主动承认错误 老师是会原谅他的 可是我们家都没吃 快看 白雪的位置上有辣椒油 辣椒油 白雪 这你怎么解释 我 我不知道 怎么会有辣椒油呢 这不可能啊 好啊你白雪 竟然吃我的蜡条还不承认 我没有 老师你一定要查清楚 不是我 白雪 真的不是你吗 真的不是我 这辣椒油到底是哪来的 我想起来了 老师 这辣椒油真的不是白雪的 因为我看到是熊妹坐在白雪的位置上吃的蜡条 熊妹 校长的蜡条是你吃的 不是 我是吃蜡条了 但是那是我自己卖的 那你为什么要坐在我的位置上吃啊 哎呀 那是因为你的位置可要穿户两块嘛 嗯 既然不是白雪和熊妹 那就一定是你 黑暗魔王 什么 不是我呀 哈哈 怎么就变成我了呢 黑暗魔王 真的不是你吗 哈哈 怎么连五伯伯你也不相信我呢 我这里可是有万能监控 通过他 就能知道是谁吃了校长的蜡条 真的吗 那可让我看看 是他们谁吃了我的蜡条 蜡条也太好吃了吧 校长 外面有人找你 哎呀 正吃蜡条呢 谁找我啊 来了来了 啊 好香啊 原来是蜡条的味道 猪应该是没人吃的蜡条吧 我吃了 什么 是小精灵吃的 哈哈 没想到 小精灵也这么喜欢吃蜡条 哼 我也没想到是小精灵 真是的 我要去找他 让他给我买一百包蜡条 哎呀 校长还真是爱吃蜡条 小朋友们 喜欢今天的视频 就点赞关注吧 哦 小朋友们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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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